当您家中更换电视时 必须先让机上和遥控器与电视遥控器 进行学习功能才能继续使用 操作步骤如下 将两支遥控器顶端相对 距离3到5公分 接着按住机上和遥控器的电视机按键区 电源键5秒 直到指示灯保持恒亮状态 开始进入学习模式 在按下机上和遥控器要学习的按键 如电源键 此时指示灯会持续闪烁 闪烁期间按下家中电视遥控器的对应键 指示灯会再闪烁三下 接着再按下电视机按键区以外的任何其他键 即可完成设定